旅遊在年間期間出團把旅客丟包在富國島的事件 今天觀光署也正式了祭出財閥 表示對年代旅遊要停止他們三個月的出團 主要是因為發現年代旅遊他們目前還有欠款超過1000萬元 都是在國外的一些地街社或者是飯店 一起來聽聽小道訪問 我們調查2月到4月之間應該還有接近430位有買它的行程 所以這一塊的話我們今天開始停止它營業三個月的部分的話 那旅客就是會依照地形化契約旅行設置 不能行程這個行程的部分來做相關的解約處理 或者是說這個旅行設可以把團轉給別的旅行設來接待完成 接下來三個月2到4月為止 總共有430位的旅客都有參加年代旅遊團 但是今天下午總共有16人團本來也要去富國島 現在就全部改成自由行 相關的旅遊則是要退費 另外430人也是必須要把所有的錢退回該旅客